一段曝光的监控视频显示,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,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偷窃旅客财物。 警方报告称,在对一起盗窃案进行调查后,33岁的拉巴刘斯威廉姆斯和20岁的约苏冈萨雷斯于7月被捕。 他们趁旅客接受检查分散注意力时,从安检的行李中偷走至少600美元现金,以及其他物品。 视频显示,在旅客行李经过X光扫描机时,他们借由移动行李,偷偷将上面拉链打开,并伸手到行李中掏出钱包,然后装进自己口袋。 有时两人还会互相合作,一个人将行李拉链拉开,一个人伸手进去寻找现金。 威廉姆斯和刚萨雷斯承认,他们曾从旅客那里偷了很多东西,表示在一起工作时,平均每天盗取约1000美元。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式,两人已被解职。 威廉姆斯承认,1人已被解职,过程闻全市,移入无问题的情况。 威廉姆斯承认,2人erry均语,5人,2人。 威廉姆斯191年,1人。 威廉姆斯承认,2人。